绚丽烟火点亮夜空 印度庆祝一年一度的排灯节 北部盛城阿尤德亚 动员两万五千名志工 在合体点亮两百二十二万盏油灯 再次写下金氏世界纪录 璀璨灯海美部顺收 排灯节是印度叫了重要节庆 庆祝古印度英雄战胜恶魔 家家户户都会点燃油灯 象征光明驱走黑暗 但首度新德里有大批民众 无视当局禁令 狂欢放鞭炮 甚至还有年轻人在电影院里面放烟火 排灯节过后 新德里和东北部大臣加尔各达 以及莫买都被列入全球十大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 让印度空污再度成为国际头条 新德里十三号空气品质指标达到四百四十五 属于最严重等级 视野能见度低 当局打算用人造雨洗去沙尘 来降低空污指数 但专家指出人造举只有二到三天的时效 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华视新闻王子星编译 哈喽 我是蕾亚 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